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力网络仪表,全功能的,然后型号是DV81-MA3UI5C-A,然后现在是先看一下它的接线端子啊,这边是电源端子啊,是L和N,这边是那个DI, 然后这边是那个PE,这边是那个485A和B,然后下面是从22号端子是UA,21是UB,21是UC,19是UN,然后18是电流IA的进线端,然后17是IA的出线,然后16是IB, 15是IB的出,14是IC的进线,然后13是IC的出,接下来介绍一下仪表的功能,当前界面是向电压显示界面,现在是220V, 这个是限电压的显示界面,380V,现在是电流显示界面,5A, 按一键显示界面,这个是正向有功电脑,反向有功电脑,正向无功电脑,反向无功电脑,总有功电脑, 总无功电脑,静无功电脑,静无功电脑,静无功电脑,是在电脑,无功一向线电脑,无功二向线电脑,无功三向线电脑,无功四向线电脑,电脑界面介绍 然后NP键是功率显示界面,现在是有功功率显示界面,无功功率显示界面,是在功率显示界面,功率因素显示界面,频率显示界面, 一直见 进入斜波显示界面,当前是电压斜波显示界面,电流斜波显示界面,电压几次斜波显示界面, 电压偶次斜拨显示界面 电流击次斜拨显示界面 电流偶次斜拨显示界面 同时按下H和E键进入电压和电流2到31次斜拨显示界面 按下键是-1的功能 按P键是-1的功能 H键是切换到电流2到31次斜拨显示界面 P键是-1的功能 E键是-1的功能 可以查看电压和电流2到31次斜拨的含量 电压写过就是完成了 然后同时按下H键和VA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VA键是确认键 E键是-1 P键是-1 H键是左移位的界面 然后当前界面是密码询问界面 仪表默认的密码是-4个0 然后确认键进入背光显示界面 然后左移 H键左移位确认 确认那个背光设置 然后ID是地址设置的界面 可以随意设置仪表的地址 然后这个界面是波特律设置 2400、4800、9600和19200都可以设置 但是仪表默认的是9600 左移位是看它的那个校验的那个 默认的是N81 Ul是电压显示界面 有3LN、2LN和2LL显示界面 根据现场不同的接线方式来设置 如果现场是三样三线的界面方式 Ul要把它调到2L设置界面 如果是三样四线的话 是3LN设置的界面 电流显示界面 默认的是3C 也可以设为2C和1C 仪表默认是3C 这个是PT 电压电压边笔界面 上键加1 左键是1位 CT也是上键加1 下键减1 然后H是左移位 然后回到背光界面 然后设置界面 完毕 然后同时按下E和V键进入付费率显示界面 当前是正向有工坚实课的电脑 按确认件是当前月的正向有工的电脑 再按确认件是上1月 上2月 电脑的电脑 本仪表可以显示 当前月到上11月的电脑值 然后E是显示 反向正向有工 反向有工 总有工和总无工的界面 H键是可以显示当前的尖锋评估时刻的电脑能值 查看完毕以后 同时按下E和V键推出付费率显示界面 谢谢大家